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不道雍》频道 今天是2023年2月26日第798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公用高息股大检阅》第四辑 我们在对上那一集第797集的时候 就说下个星期一,如果回到香港这个市场 恒生指数应该跌破了2万点 跌幅大概有300点 那我就在想,自从拍完这条片之后 我就在想,如果这么幸运,在星期一回来的时候 香港恒生指数跌得多过300点 譬如跌到400点、500点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买回7200去补底呢? 其实我不是很贪心而已 我也是希望赚一点点钱 不知道博不博得过 因为我看到7200现在的股价就跌得比较深一点 不过你都知道了,我都很黑仔的嘛 买什么都会基本上输什么 所以这个7500和7200 都是要看清楚才去买 那么宁愿都是叫做小做小错啦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首先要提提大家 在第7、8、8、5集的时候 不是讲这个领展公股的实况 现在又有去到另一个新的阶段了 因为随正就已经随正了 这个随正就是在2月23日 总之一收了市之后 这个随正行动就会随即展开了 好了,接着下一个消息是要做些什么呢? 当然就是看一下 你有没有机会可以拿到公股权了 有些人就说这样说的 他说这样就对了 我在2月23日在最低的时候 假设买入1千股领会的股份 我买到这个领展的股份之后 然后在2月24日 早上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卖出去 就叫做无赚无产 但是这样就可以赚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公股权回来了 听上去好像,咦,是喔 如果一买一卖,不是怎么亏的话 那公股权在你手上 如果你买入1千股的话 理论上就会有200股的公股权 那这个200股的公股权呢 如果以那日收市价 比如51.7为主 那公股价是44.2 两者之间的距离 大概每股的公股权 每股的公股权的价值大概是7.5左右 那你就会发达 如果7.5乘200个公股权 那就有1500元 那回报率可以接近3厘 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的说法 其实呢,不太简单的 因为下一个情况呢 你会看到 在3月9日至3月16日 这一段黄金时间呢 就是公股权可以自由买卖的了 那到时呢,如果你有公股权的话呢 你会发觉你的股票户下会多了一堆的股票 那其实是公股权来的 那这一堆呢,就可以随时做买卖 但记住哦,现在不可以做买卖哦 要去到3月9日至3月16日这一段时间呢 才可以做买卖 那到时的股价会是多少呢? 很难说的哦 那现在最新的股价呢 就是50.1了嘛 那如果再跌得越多的话呢 譬如领会、领展 在星期一、星期二 都是继续大跌的话呢 那其实上呢 这个每股的公股权的价值呢 就不是我刚才所计的7.5 可能会是越来越少的哦 所以再乘回200股的话呢 其实你可能呢 未必可以赚到1500元的 所以这个行动呢 你说想在那里领回多少 其实呢,都有个风险在里的 那有些的观众就问我 喂,你有没有这样做啊? 我想一想,我是没有这样做到的 因为现在看上去呢 似乎就不值得为了这些少少钱 而去这样做 因为呢,由现在开始的领会股价 至到去到3月9日呢 会有很多变化 而且由3月9日至到3月16日呢 亦都会有另一个变化在里 那所以,究竟是不是可以赚到很多钱呢? 我就不敢这样说了 所以说,宁愿呢 多做就多错 少做就少错 不做就没错的啦 所以这个呢 是提醒大家呢 关于这个领会的情况啦 我早前呢 就一共呢 一年三集呢 就拍了3个片呢 就关于这个叫做 公用高息股的大检阅啦 那第一集方面呢 我就说了这个 中国联通啦 煤气啦 九巴啦 港铁啦 这等等的东西啦 那在另一集呢 亦都在说这个 数码通啦 中国电讯啦 和这个新移网啦 然后呢 去到呢 最近那一集 即是第七八九十二集的时候呢 亦都有讲 长江基建啦 AT&T啦 和这个和记电讯的 不过呢 我们今天呢 会继续讲下去了 因为我们发觉呢 这些股息呢 未必够吸引 那今天这一集呢 又再吸引一点啦 因为他们普遍呢 那个股息回报率呢 是超过六厘的 有些呢 可以踩住个七厘的一个水平呢 那当然 买这些股票 当然要越稳定越好啦 所以今天呢 亦都是拿几家公司出来 和大家商量一下 不过呢 如果你是未看这个 第七八九十集 七八九十一集 和七八九十二集的话呢 希望你尽快回估一下 看一下这些股票呢 有没有哪些适合你的 因为最近呢 股市不好嘛 那股价跌了下来 所以呢 之前说的那些 未必吸引的股息的话呢 现在相对来说呢 又会变得吸引了啦 所以呢 不要说因为之前 看到他们的息口不漂亮 就不去研究啊 现在来看的话 可能还有得更加好的回报 都不出奇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继续介绍 几家是更加高息的股息呢 就给大家去参考一下一下 希望大家呢 可以找到一些 又便宜又漂亮又正的股票 来长线投资 那就最好了 那在未说之前呢 希望大家可以给个like 再来支持我的频道啦 如果你未订阅的话 也希望你订阅了它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正式开始卖牙 讲一讲这几家公司 给大家知道啦 李泽巨的长和系呢 就还未公布业绩 那我们第一间要讲的呢 就跟他有关的 这一间呢 是大家熟悉的 就是这个港灯26300 那么最近的股价呢 都比较波动了些少 那么前一段呢 就是早两三天呢 还是做得挺好的 那么突然间呢 又跌下来呢 大概是5元这个水平 那么我呢 对上一次呢 我就希望在这个5元楼下呢 就想卖入的 不过呢就没有机会 那么现在呢 就看看星期一 如果是个香港股市呢 表现不是那么好 会不会它有机会呢 又会跌回来 5元楼下呢 如果有的话 那我就会买回多小来试一下啦 因为呢 这一间公司呢 现在的股息呢 都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吸引一点的 有大概6.3% 过了6厘的啦 那么如果我们看它 过往说五年那个 盈利的表现的话呢 那么2019年呢 就是最差的 跟着去到2020年啦 2021年呢 都是慢慢的好转的 不过你都知道啦 因为它这间公司呢 是有这个准许回报率的规范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盈利方面呢 也都不会特别突出的 那么至于今年 2023年的上半年呢 或者应该说 2022年的上半年呢 那么那个盈利呢 就是有增长的 还是增长得不错 不过最紧要就是看这个 2022年的下半年好不好 那么很快就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一间公司公布的业绩是怎样的啦 但是呢 派息方面呢 你可以看到啦 近这几年来呢 它的派息呢 都是保持平稳的 不过呢 就是没有什么突出啦 所以如果你觉得 哎,没有什么 不需要特别突出的 只要平平稳稳 一年有息派的话呢 那么这一间公司是做到的 它呢 反而还是比这个中电更好一点呢 因为呢 它没有到处去搞搞震嘛 那没有去搞搞震的话呢 其实在香港呢 我觉得输极有限的 只不过就是 如果有很多时候 突然间 那个营运成本增加了之后呢 可不可以马上转价 给那些顾客呢 或者用户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其实这一间公司是包占 不会赔的哦 说明有8%的回报率的嘛 那么我们呢 即将就要看看它呢 会公布的时候会怎样啦 那么当然如果它的股价最近再跌多些的话呢 那这个回报率就更加吸引咯 那最近的MSCI呢 就公布了呢 那个 指数成分股有变动哦 那么将这个港灯呢 就剔除了在香港的指数里面 那么这个呢 可能是最近呢 跌的原因之一来的 那么另一方面呢 瑞讯呢 也都发表了一个报告啦 就是港灯呢 就将它的那个评级呢 就由这个跑输大使呢 就调高到去跑赢大使 那么回报率呢 就有六个半这样说 那么现在呢 就是收拾五元 那么似乎呢 还有好像三成以上的增幅哦 那么究竟行不行呢 那当然不知道啦 那么政府呢 也都有这个电费补贴啦 来年 所以呢 对它来说呢 相对来说 都是一个叫很好的消息来的 那么我有一些的朋友呢 他呢 就是长期拿着这一间公司的 那么 那么当时他拿着的时候呢 都是七个几百元的 那么当然 现在跌回来五元 那当然不是那么好受啦 那么 但是这间公司要长期去想咯 你说 如果要它一时半刻 就要升上七个几百元呢 我又觉得没什么可能 那么 但是如果遲些 我们那个利息又跌回来的时候呢 那些人呢 又会开始记得这间公司呢 有高的股息派的话呢 到时就可能会升上去 但是暂时来看的话呢 我朋友现在买它呢 都是在亏本的 只不过就算啦 有息派就先派吧 所以他又不急着买的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稳赠之选之一了 那么大家不妨考虑一下吧 第二间公司呢 都是属于李泽巨企业之下的了 那么这一间呢 就是这个电能实业啦 六号仔啦 那么他呢 现在的股价呢 大概呢 最近都跌了一点了 那么大概去回这个42.55 那么其实呢 他现在的市盈率呢 大概是14倍啦 那么这个股息回报率呢 就比他的儿子 就是这个 港灯呢 还要多一点的 那么现在大概有6.63% 那么是不是算不错呢 应该是挺不错的哦 那这一间公司呢 自从几年前呢 开始沉寂了下来之后呢 其实就很少听到 他有什么消息的了 那么如果你看回他这个 过往五年那个盈利的进步的话呢 或者那个表现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是有少少轻微的增长的 在这个2021年 那么2022年好不好呢 那真是很难说 上半年都还是不错的 不过下半年呢 就有点害怕咯 因为呢 他有很多的业务呢 都在英国啊 欧洲啊那边 跟这个他母亲 就是这个长江基建呢 是一起合作的嘛 那么 原本呢 就很好的 因为我之前呢 已经拍过片讲了呢 就是他在英国有个电厂呢 那么他占四成的嘛 那么如果真的一千五百亿人 人家呢 已经提供了一千五百亿 给他买的了 那么他都不肯卖出去的话呢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呢 好像是有价有市的 那么如果啊李泽他不够 就是不想卖出去的话呢 那么他当然有原因的 那原因就是 他觉得这间工厂 就是这间电厂 在英国的电厂呢 是不止值一千五百亿 那么简单咯 所以他就不卖咯 但是 这样的决定 究竟对不对呢 我们作为一个小投资者呢 我们也都没办法出声 所以希望他呢 就在迟些 在这个公布业绩的时候呢 就交代多些 让大家清楚些 到底他不卖的原因 是有什么原因 以及他的前景又如何呢 所以现在这间公司呢 就是很难说的电能 因为有汇率的问题 也有在欧洲 英国的业务呢 也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 不过呢 英国的那边就是因为 这个通胀很厉害嘛 如果他是有准许回报的话呢 理论上就不需要太害怕的 不过汇率呢 最近都是比较差些 所以也会有影响的 那么这间公司呢 暂时呢 我也不敢看得太好啦 但是呢 我说他差呢 又应该不会差到去哪里的 那你见他过往呢 那个派息呢 都是表现相对稳定的 那么自从派了所有的特别股息之后呢 那么现在都是保持这个水平 那么这个水平呢 如果无风无浪的话 其实一年就用不移过去啦 那么这间公司呢 理论上都应该不会太差吧 甚至有些呢 就觉得这个电能呢 可能给他妈妈 就是这个长江基建呢 可能还要好的 那么摩通呢 就指出了 他说香港的公用股 目前的股值呢 十分吸引哦 因为呢 股息有6厘以上 那么这个电能实业呢 就肯定做到了 那么他说呢 其实这个联邦储备局呢 虽然大幅加息啦 但是始终呢 都是未及这个公用股的回报率 6厘那么高的嘛 所以呢 他觉得是值得的 那么摩通呢 也都是偏坦呢 或者偏好这个电能啦 因为他的股息有超过6厘 那么现在我就说了 大概6.63%左右啦 那么而且呢 他说他的盈利来自呢 是非美元的部分呢 是占了他的公司的业务的九成的 就是说 他呢 摩通是这么说的 如果将来美元呢 开始贬值的时候呢 那这间公司呢 就会开始发达啦 但是这个日子呢 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嘛 反正现在美国通胀依然是这么厉害 那么迟些呢 还有机会继续加息 所以你说要等到美元贬值 或者美元变弱的话呢 似乎呢 就不是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呢 是可以见到的 不过如果你买下这些股的话 都是慢慢等的啦 最紧要就是看看星期一回来的时候 会不会再跌多些 如果跌到再多些的话呢 到时买这间公司 相对来说 就会又稳定 又会比较拿得舒服点啦 第三间要介绍的呢 就是一间美国的电信公司啦 那这间公司呢 就叫做Virazon啦 那中文名呢 就叫做威瑞森啦 那这间公司呢 它现在的股价大概是$38.74 其实呢 我早前呢 就投资了在他身上的 那我就有$40买入的 所以我现在是坐艇的 那虽然不是虽然很多 那慢慢再等下啦 如果他再有机会跌的话呢 我会再买多些啦 那为什么我会买他呢 因为我一直都说想在美国那边投资嘛 但是美国相对来说 看到那些股票呢 那些回报率呢 一点都不吸引的 那一直都这样找 上次呢 就介绍了一间叫AT&T嘛 那今次呢 就再介绍了这一间Virazon给大家呢 就可以看一看啦 那这一间公司呢 它是一间电信公司在美国的哈 那它的业务呢 大部分呢 都是来自这个无线业务的啦 那所以呢 它现在在全国 即在美国里面呢 拥有的客户呢 就是已经是 在给月费的那些呢 就已经是去到9300万户的啦 那那些呢 预缴的那些呢 也有2300万户 那所以呢 那这一间公司呢 就成为呢 美国最大间的无线的营运商 那那听上去 是不是不用那么害怕啊 因为呢 这一间公司呢 现在呢 那个市盈率呢 只有7.7倍左右而已 而且呢 股息回报率呢 在美国来说 真是少见 有成6.67% 那当然 没有这个中国移动那么厉害啦 但是呢 它有中国移动这样的市值 如果在香港比较的话 就等同这个中国移动的市值 所以这一间公司呢 相对来说 都应该是稳定的 那如果你说 那它过往那些的盈利表现又如何啊 那你可以看回这里啦 过去那五年 你看到它的盈利方面呢 都是保持平稳的 大概是赚200 上年啦 2002年呢 就赚到这个 212亿美元的盈利 那是相当之不错的 那它呢 大概呢 就是拿着一半 或者超过一半的盈利 出来呢 就作为派息 那么多的回报率 有成6.67% 是不是算不错呢 那如果你可以看回 它过往那六年的派发股息的情况呢 你见到它都是有少少平稳呢 是慢慢地增长的 那当然 那美国的电讯我也是一个初歌来的 只不过呢 我见到有AT&T 和有这一间公司 它们的股息的回报率呢 相对来说呢 都在美国来说 算是难得吸引的啦 所以呢 今天呢 就介绍给大家 希望大家呢 就是给一点点时间 自己去研究一下 这一间公司 值不值得拥有 不过当然啦 我们因为不是美国人 所以是境外人士 如果你买它的话呢 即使收到6.67%的回报率的话呢 其实当中还有三成呢 是要给税的 所以给税之后呢 打了折扣的啦 不过如果纯粹是看这个回报率来看的话呢 就是叫6.67%啦 所以大家呢 可以慢慢 考虑一下 或者研究一下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好了 最后一间要介绍的呢 就是这个 我们中国的中移动 941啦 那它现在最近的股价呢 我觉得是属于偏高的 那它呢 现在的收市价就是大概是 58元左右啦 那这个58元呢 使得它的市盈率呢 大概是这个8.3倍啦 而且呢 它的股息呢 就有超过7% 刚刚好超过7% 那比刚才我介绍的那家 美国电信公司 这些Virazon呢 就是好了少少的那样 近这五年来呢 那个 盈利的表现呢 都是开始好一点的啦 那譬如好像 2019年那样啦 赚到1,191亿啦 那去到这个2021年呢 已经升到去呢 是1,422亿啦 那听说今年来呢 应该还会有个大跃进喔 那大跃进的话 大家也不会想到太多 只不过 如果有高单位数字的增长 譬如说 8%?9%? 但是如果幸好 有超过一成以上的盈利增幅的话 那就要拍烂首掌啦 因为这间公司呢 其实是中国里面来说 我会叫它做中国的大笨象 就好像香港的汇丰一樣 你想它呢 有很好的盈利增长的话 很难的 因它始终是一间电信公司 那看菜食饭呢 都看到它的业务大概是差不多的了 你想它坏在哪里,也不会坏在哪里 但你想它坏在哪里,也很难坏在哪里 根据过往的派息政策 为什么人们说现在喜欢中移动比其他基建股 甚至是公用股呢? 因为其实中移动某程度上都是属于公用股 很稳定,也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必需品 哪一个人手上不是拿着一两部手机的 所以这些全部都要付钱的嘛 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年来因为它回归了A股 所以它的派息比率也会增加 加上它的盈利也会增加,即是双重增加 所以今年来如果你乐观点看的话 理论上,股息会升得颇为可观 应该会令股东起出望外 除非有什么突发事件 否则的话,我觉得今年来对中国移动来说是一件好事 如果它派息真是末期息派得漂亮的话 不排除它的股价,很快就会升到六十多元了 因为那个回报率足够吸引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它的情况 至于内地有些数据可以显示出来 就是说在这个2022年 中移动的互联网的用户已经突破了12亿的大关 你觉得是好消息还是不好消息呢? 好消息就是它拥有大部分的客户 不好消息的话,其实中国有多少人口呢? 如果你有大概12亿都破了 即是说这个市场已经开始把握了 所以你觉得它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你自己自行去决定啦 但是未来的日子里面 只要它能够保持平稳 有单数字的增长的话 其实已经算是难得的了 最重要就是它的派息比率去不断增加的话 令到投资者在它身上的股息回报率有得上调 好些的话,已经是很安慰的了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了这四间公司 让大家知道了 你看到回报率从6点几里到7里都有的 但是这个是不是最终的目标呢?不是的 因为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和这些股票是类似的 但是股息仍然是比它更加多的 不过有时间我们下次再说吧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花时间看我这条片啦 多谢各位!